GAMEMAN Hello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是游戏诗人呆 继续我们的不良人第一季 上回说到您的好友张子凡已上线 张子凡上线后立马帮助李星云把尸毒去除了 李星云很郁闷 老子学医学了八年 你肿磨在这种下药的功夫上比我还厉害 张子凡微微一笑 这也就是我酒喝少了 解毒解慢了 这要是我喝多了 我都能给你把毒吸出来 李星云对这个本事很有兴趣 说什么也得跟张子凡交流一下 但是来了个路人说 大南面来了个喇嘛 手里跌了个塔嘛 北面来了个哑巴 对意思就是黑白无常又来了 李星云说我们先去刷boss 刷完boss我再跟你学这个技能 众人到了约战地点 只见来人身高不详 眼睛贼的胡子拉叉 弹胸露乳 右臂闻一个龙头 绝活是阎龙长的 赵胜炎君 只有到天家的人才能驾驭神龙 你究竟是谁 张子凡主动请战 和这个灵狐的胖子打了一个 难舍难分 分庭抗礼 立上往来 而黑白无常也通过试探 得知了李星云和小师妹是杨淑子的徒弟 赵胜炎君发现这个张子凡 那是通文管单人 率先撤退 大家一看boss都撤退了 那我们喝酒庆祝一下吧 顺便再学一下蟑螂 你那给人吸毒的功夫 李星云呢 悟性贼好 学得很快 没过一会儿就把小师妹叫来 师妹 我看你每月留一次学 你是哪里中毒了 我用刚刚跟蟑螂学的吸毒的功夫给你 但是正所谓天生活才必有用 小师妹虽然没中毒 但是有一对姐妹说他们中毒了 需要张子凡给去去毒 洗第二期 经过刚才一战 大家都知道了杨淑子的徒弟出来行走江湖了 而杨淑子则是会掉落传奇装备龙泉剑的野外boss 大家都开始各自策划如何寻找杨淑子 通文管认为这是个好事 我们先杀个自己人 遇着开门红 一定可以刷到杨淑子 幻音坊认为这是个好事 我们派妹子去色诱李星云 一定可以刷到杨淑子 玄冰教认为这是个好事 身穿魔抗斗篷的水火判官说 看我脸色行事 不良人认为这是个好事 我们可以找机会团灭三大公会了 于是派出了全剧的智商担当 上官云巧 黑白无常看懂了水火判官的脸色 于是穿着招盛严军单抓李星云 李星云十分气烦 老子这么强 你们怎么总想来送人头呢 是不是看不起我 你爹我大号 叫李星云 看到中人一脸懵逼不知所云 李星云有点挂不住面子了 那小号你们应该听过吧 你爹我小号百里登峰 我姓百里 丹明川 自登峰 叫我百里登峰吧 哎李兄 逼不能让你一个人都装完了 于是两人一起刷严军 双方正打得火热 黑无常看了个皇帝 跟严军说今天一 猥琐发育 别浪 于是黑白无常就撤退了 没有了支援 严军很快落败了 刷完严军后 张子凡就退组了 一行人继续送快递 李星云对于自己的第一个任务十分看重 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 现在唯一可以让他回头的就只有 我方水晶正在被攻击 于是四方势力正在集结 大型团战一出几发 在中国古代史中呢 有三大分裂时期 华江湖之不良人系列发生的背景 就是参考这个三大分裂时期的最后一次 唐朝后的五代十国时期 而不良人这个组织呢 也是确实存在于唐朝的 不同于明朝的锦衣卫那种 稽查百官 权势宣赫的设定 不良人在唐朝 相当于是稽查逮捕犯人的差事 在唐代张卓撰写的一本 《朝野千载》中 有明确的记录 不良主帅未尝有策略 取涉人加农 大概意思呢 就是有人犯案 被不良人抓了起来 不良帅和犯人斗知斗勇 而在杜甫的一首 并背诵全文的石毫利中呢 写道 木头石毫村 有利也捉人 这其中利应该就是指的是不良人 那么在清代政治家梁章局所写的称谓录中 说道 说灵续云 即是翻译 在唐称为不良人 有不良帅主之 即汉之大水河也 那据推测呢 不良人的这个称谓啊 是民间对于这种岗位的称呼 就好比现在啊 说叫条字是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史书中 几乎没有对于不良人的记载呢 那是因为中国古代史书呢 大部分是计官不计立 官吏官吏 说的呢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岗位 因为不良人是利 所以没有记录 好的 以上算是我们对于不良人的小科普 本人呢也只是搜集了一些资料进行了整理 希望对于大家正确认识不良人呢 有一定的帮助 好的 我是游戏诗人呆 游戏人说动漫 每周周五更新 我们想了个事呗 可以扫码关注我一下吗 然后咱们可以在公众号上面 吹吹逼呀 聊聊天呀 吹吹刚什么的 行不行 好了 我们下周再见吧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